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色彩校正 首先呢,是Foreground Color Correction 就是前景的色彩校正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背后的天气呢,其实是阴天 所以它的暗部跟亮部 它的反差很弱 就是明暗反差很弱,色彩保和度低 所以呢,启动这个以后呢,第一个先降低前景的色彩保和度 OK 这个你可以看到有降会比较好一点,比较接近一点 然后对比反差要弱一点 好像有点 有点多了一些 色彩保和度不要降太多,这样子应该可以吧,我看一下 有啦,有比较好了,OK 再来是明暗度哦 这个看起来前景特别亮哦 所以应该 等一下,我调错了 明暗在这边哦,Brightness OK,所以降 降低它的亮度一些哦 OK,所以这边现在看它前景的色彩校正 OK,看起来比较 吻合了哦 Color Suppression,就是说画面如果有被 染色的话,染到什么颜色的话,你可以 去救它 为什么会染色呢?因为如果没有去背的话 你拍绿幕的时候如果离这个背景太近 光线打在背景上会弹到 眼缘身上,眼缘就被染绿 懂意思吗?所以它这个是拿来处理那个被染绿或染蓝那种效果的 所以这边没有要用这个东西做处理啊 然后再来Color Balancing,就是说这个画面前景的颜色要偏什么颜色 给它一点点色偏啊,就是偏,可能像我觉得这个 这个看起来到底应该偏黄还是要偏蓝呢? 感觉好像偏蓝,阴天好像应该是有点蓝色带在上面 所以我可能给它一点点蓝吧 但是我这样子拉一定会拉太多了,这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先把那个色相决定好 色相决定好以后呢,因为这个一定拉太多了,所以Saturation要往回拉,我会从这边拉,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拉 所以这就是调一点点蓝色在它身上,叠在上面而已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 有色教跟没色教的差别,OK吗? 所以有色教跟没色教差很多,然后再来我们看好边边 角色的边边呢,它其实 看起来要在这个环境光里面,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我们要做一个Edge Color Correction 边缘喔,所以这要怎么做呢?我们先把,故意把边边调超亮 哎 超亮,然后你没感觉,对不对?因为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我看好,Edge Brightness要调大了,我弄错了,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是Edge Guru 对吧 所以现在就是说那个环境光的范围要多大 环境光的范围要多大 环境光的范围调到这样子好了,然后故意做柔和 先做柔和,然后它这强度好像有点太强了 所以它的Brightness素质要降 降了以后,我看好,环境光的颜色应该是 在哪边调 Color Balancing 所以跟刚刚一样,就是它的那个颜色我可能会调 到底要调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现在让人犹豫啊 好啦,蓝色好了 还是黄色呢? 青色,看起来好像鬼片 好,这边呢,Saturation 所以现在看一下边缘色叫 哇,我有叫这么多 亮度太多了 一点点就好了 再看一次 有啦有啦 对吧,这边缘有那个光线存在 看得出来吧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给你讲,最棒的一点 这个做完以后呢 你还可以存PSD党出去 所以它这边呢,是在 这里呢,去找一个 Save Friends as Photoshop Layer 那你这边呢,存档到桌面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开Photoshop 哪里有Photoshop的档案啊 哦,这边看到了 哈哈哈 你可以看到它分两个图层哦,有看到吗 对吧 所以这真的,其实很好用啊 而且呢 你看哦,其实在AE里面真的可以做印刷品的大小 你看 这边呢,我们开一个新的comp 然后你看这个大小 我这边也改1920好了 然后,等一下,composition setting 锁长款比哦,你看 它可以拉多大 现在shift按照不放这样拖拉 好,记忆体被我拉过头了 它是可以真的拉很大,因为我是记得我之前有这样弄过 所以平常做印刷品,也很少做到3万乘以3万像素嘛,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OK的哦,OK 好,那画面要还给你了